欢迎大家来到悉尼HOMEBUSH的奥运场馆里头 欣赏这一次国际兵连职业巡违赛的总角色赛事 来看见这一座奖杯就是这一次女子双打的冠军奖杯 而女双的冠军奖金是可以获得6000美金 那在今天晚间部分为大家带来三场的比赛 两场的男单半角色赛事呢 中华台北的蒋鹏龙将会对上中国的孔令辉 而另一场比赛呢中国的刘国志将会呢 对上奥地利的希拉格 最后一场呢将会是女子双打决赛 孙靖跟杨宇将会对上李菊跟王楠 那现在画面上呢看见两位球手已经准备就绪加进行 今天这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在镜头的下方是中华台北的蒋鹏龙 在上方的这一位呢大家相当熟悉的孔令辉 比赛马上开始第一局蒋鹏龙先发球 那可以看到蒋鹏龙的身高非常高大啊 比孔令辉要高大的很多 那在年龄方面两位球员可以说呢是肖娜接近 蒋鹏龙今年23岁孔令辉今年24岁 在总体上来讲呢我觉得 孔令辉打了这场球呢 这个技术上来讲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为什么呢因为孔令辉整个的 技战术啊没什么特别大的漏洞 五位数很少而且他从双打的这个半决赛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还是比较稳定 那么我们也可以值得提一提的是蒋鹏龙最近在捷克公开赛里面也是非常出色的表现啊 还有在之前呢他也是赢了金泽珠赢了好几个好手上到今天这个半决赛 对 那么他技术上的落点漏洞呢 主要是在这个正手的这个上选球的攻击力不好 对 那现在比分形成了4比3领先的是孔令辉 那蒋鹏龙在这次赛事里头呢分别是3比0击败韩国金泽珠 20一场比赛八强比赛里头呢他是3比1的成绩击败了道庭 孔令辉这分别是击败萨姆索罗夫还有铺里摩拉斯 都是相当激烈的3比2跟3比2取胜 好球 现在比分是6比4 总体上看 两个发球还有接发球呢还是打得比较正常 那么值得提一提就是 蒋鹏龙的这个下选球的拉球啊 正手的拉球的确是质量是不错的 旋转非常强 而且呢他那个由于他的拍型啊是比较调 所以呢对于这个下选球的拉球啊 还是有他的特别的地方尤其这种球 现在的比分是6比7 孔令辉领先 那反而呢行前三次的时候呢孔令辉是比较有力 对为蒋鹏龙正手攻击或者是反拉 你看这正所谓这个上选球的攻击能力比较弱一些 好 好 好 一分打成了9比6 那孔令辉在蒋鹏龙两个发球局里头呢都是赢了3比2 加上刚才自己一轮的发球也是3比2 那今天呢孔令辉也是表现得非常的主动 对 对 就是说孔令辉在比赛当中要力球掌握这种快节奏的主动呢 这样的话呢可能容易就把这场球的这个距离会轮开 所以千万不要让蒋鹏龙缠着打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那其实这一次孔令辉呢确实在前两圈的赛事都非常难打 非常难打 是 一个普里摩拉子还有之前还有萨布索罗夫 对 所以赢得非常的紧张3比2两场 而且小分都是一点点 对 所以非常不容易 现在的比分是15比6孔令辉领先 那今天孔令辉在回球呢回发球呢判断上是非常的清楚 17比7 十分的优势 好 蒋鹏龙也出现了比较多不必要的失误 好球 那反而呢看见孔令辉呢他的进攻是连连得手 再一次 主要是蒋鹏龙他在回发球方面呢可以说是比较吃亏 再加上一个擦边球呢看见第一局的赛事里头呢中国 这位男单选手孔令辉是相当轻松21比7 先下一层 那在这场男子单打半决赛里头呢 今天一开始呢孔令辉是表现得相当的积极 一局的优势 好我们先清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再欣赏这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欢迎大家再回到卫视体谈那继续由江嘉良跟我寻觅为大家在澳洲的悉尼 带上国际兵联职业行为赛总决赛赛事 那这一场是男子单打半决赛 在镜头上方是中华台北的蒋鹏龙 而背队我们这一位呢是95年的世界冠军孔令辉 从第一局来看这个可以说是什么球都可以赢了 对 有时候还讲了这个蒋鹏龙水平也是非常高的结果 为什么打到21比7呢 这里边有一个不一样的情况 就是说很多人都可以拿到孔令辉7分球 对吧很多人都可以拿 但是为什么打的这个距离差那么远 实际上孔令辉在这场球当中的落点控制得很死 几乎没有任何机会给予蒋鹏龙 来看看第二局比赛 那今天孔令辉可以说呢球是非常的稳 对 状态精神状态整个人的这个气势啊 非常高涨 对 看刚才蒋鹏龙这球的落点是非常的刁 对啊 还能够防得住 对 2比4 有点气馁 蒋鹏龙 因为在相识当中这个反手对方反手对反手的时候啊这个孔令辉一点都不会触这个蒋鹏龙的反手的优势球 那一旦孔令辉要变蒋鹏龙的正手的时候呢或者是蒋鹏龙要变孔令辉的正手的时候呢 蒋鹏龙的正手位啊这个弱点呢就比较突出了 就上拳球他出界很多因为他的手腕我曾经讲过他的手腕有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打上拳球的确不太好打 现在比分是6比4 而且看见孔令辉今天回的球落点都会都比较深 对 而且呢 令蒋鹏龙可以说呢这两边一位呢是打得不怎么顺 对老顶着他身上啊 因为上拳球老顶着身上 现在比分是8比4 孔令辉领先 看一旦上拳球或者相识球打 孔令辉又拿到主动化前展板同样可以拿到很多分 细心又比较强 5比9 看慢镜头看看孔令辉的脚步 你看当他失分这个时候他的脚步和身体都是往下坐的 没有这个往前倾或者是进攻这个意识 那今年下半年孔令辉也是在这个奸商 可以说是康复的 以后呢好几个赛事他的表现都是相当的出色 对 现在状态可以说是进入佳境 你相信在今年奥运会里头呢 他也将会有相当好的表现 对 现在比分是11比6 孔令辉领先 对 能看见蒋蓬蓬一直在摇头 嘀嘀咕嘟的 因为他现在可以讲是没有任何有力的球可以拿分的 对 不错 sk 哇 漂亮 从这场来看就可以看得出这个重拍 这是比直拍的球要先进 再看看慢镜头 龚丁辉 用身体晃动去把这个球呢 转移到直线球 到蒋蓬龙的右方位 可以看到整个技术动作 不光是用手 用腰去迁就这个球 一下子比分又拉开了 16比6 非常稳健啊 对 那本来蒋蓬龙是这次赛会的首号种子 反而孔丁辉是以非种子的身份 这场比赛也看出高低了 因为我想他们是要算积分的 参加比赛按积分来排这个种子 非常稳 7比18 7比18 拿不上 再度大比分领先 孔丁辉的局点 8.20 終於讓蔣彭給恭敬了一球 9比20 10比10 孔敬暉成功的拿下這一分 第二局的比賽在輕鬆的比分 21比10 現階段在這一場的半決賽 已經取得兩局的領先 第一局是21比7 第二局是21比10 我們這時候先去下廣告 馬上回來繼續為大家帶來第三局的賽事 而看見了這一場男子單打半決賽裡頭 7分10分也證明了 那今天的孔敬暉呢 實在這個手風跟狀態是非常的好 是啊 孔敬暉在20比8的時候 想打一個慢的球 很慢的球想一路一路關重 結果蔣彭龍一點都不留情面 所以沒有辦法 沒有默契 沒有默契 他在橫拍的這個技術上 他的優勢是很明顯 為什麼現在的這個中國的 運動員都很多直拍橫打 他漏洞少很多 對 起初是做一種嘗試 彌補一下某個技術的漏洞 就是左大腳的漏洞 現在發展成就是 一打這個下選球 又上選球 不光是反拉還要彈球 逐步逐步這樣演變 所以現在看到蔣彭龍這種技術情況 不是說他不好 但是呢 就是說有很多東西可以加 但是怎麼加需要時間 對 因為他從小就習慣現在這個打法 你看前面有一個球 看到正手對拉的時候 出現這種情況呢 講得基本上就比較下風 現在比分是5比2 看慢鏡頭 孟靈輝的球啊就是包得比較穩 他手上的動作 手腕的調節調節得非常好 落點調節都是比較到位 現在比分是6比3 孔靈輝領先 剛才出現了一個精彩的畫面 雙方的對攻 那現在比分打成了4比6 領先的是孔靈輝 蔣彭龍的發球 那今天的孔靈輝呢 是完全看不出他有主動的失誤 對 你看這種球一旦給正手 基本上就可以得分了 但是不可以每個球都盯著這個右方打 必須有一個過程 就是在反手對反手的過程當中找機會 從這個球可以看得出 蔣彭龍的反手的確是強 一般上這種球他失誤很少 一般上這種球他失誤很少 其實也是心裡有數 對 可以講是內行看門道 外行看熱鬧 還是保持三分的優勢孔靈輝 10比7 你看前三板的一些處理球都 沒有根基以後他就非常忙亂 因為在相持球的時候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打法 怎麼形容這個球啊 怎麼形容這個球啊 這太好了非常好 不是我說你怎麼樣形容蔣彭龍這個球 推打 頂五顆頂 什麼意思 這廣東話講給發馬喔 哈哈 就是打急的就是普通話講打急的 完全現在靠力量去贏一個球 你看今天主要就是孔靈輝他的拍型是太好 很穩喔 對 這比分是3比9 孔靈輝還是領先 其實剛才的休息時間還看見蔣彭龍一直在還在練練練 那反而孔靈輝是非常的放鬆 在吃便當 對 OK 哇打 乒乓球是以技巧為主 所以就是說完全球力量呢不是說不好 但是 要求命中率 或者是落點 這更重要一些 速度也 快 哈哈 好 好 拍面加大吧 可能會保護比較多的範圍 但是你拍面加大面積大以後他的重量又提高了 對 你的反應也會慢 對 這個遊戲規則要改了 對不對 11比19 好 好 好 孔靈輝的賽末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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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遠排 這球呢還是讓孔靈輝穩穩的拿下這一分 第三局的賽事以投呢孔靈輝才以21比12 今天三局都是相当轻松的比分 7 10跟12 拿下这一场比赛 这种比分的确是很大的距离 再看看慢镜头 最后一个球 可以看到蒋鹏龙在背后 拉这个球的这个脚步动作 可以看到广丽辉慢慢移台 希望能够打一个精彩的球 你看到最后一个球 整个蒋鹏龙的动作是比较散漫的 就是已经是也是在放弃的 因为比分的确差太远 再看看这个孔令辉的动作 轻松面带微笑 那今年24岁的中国球手孔令辉 在这场男单的半决赛里头 直落三局淘汰中华台北的蒋鹏龙 也顺利地打进了这一次男子单打的决赛